現在這整件事情 大家看起來已經是 尤其最近出現幾份民調 這幾份民調在做的時候 包括住住節 包括宋楚瑜民調 都往下走了一些些 那小英還在往上走 會不會都會受到 包括這件事情 包括李前總統的事情 這些影響 其實這件事情 引起全國的一個關注 我們昨天一個觀察 大概所有十二個政論節目 都在討論到這個議題 而且幾乎一面倒都是反對 基本上這個所謂終戰七十週年 就是一九四五年的戰爭結束 七十年 那有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國家 很多吧 英國 法國 美國一大堆國家 只有中國在辦閱兵 而且習近平非常重視這個活動 他的重點就是閱兵 他花的錢比辦北京奧運還要多 他在辦這個閱兵活動 那臺灣他是四個黨都邀請 國民黨 民進黨 清兵黨 新黨通通邀請 那要不要去 全世界的國家 大概都冷淡一對 因為除了獨裁 除了共產國家以外 誰要在辦閱兵 慶祝戰爭的結束 其實重點在結束 不是勝利 可是連戰去 剛才洪威議員說連戰去 又不是洪秀柱叫他去 這個也是個慘勝 好 那我們看見總統府很罕見的 連續兩天都發稿 來評論這個事情 坦白講 昨天的那個新聞稿 總統府那個新聞稿真的笑死人 他說請連戰就是一個對等尊嚴的原則 去到那邊就沒有對等尊嚴 你去到那邊共產黨就贏了 他就是希望你臺灣去 他就是要統戰 你說中共篡改抗戰的事實 坦白講第一個出來抗議的應該是國民黨 應該是國民黨發起來抵制這個閱兵活動才對 結果國民黨的人是經過這樣的一個聲音發酵以後 他現在大概不敢去了 但是連戰去不去其實這個重點 他不是一個民間的民間人士跟洪威講的 他是國家卸任的副援手 還在享受國家對他的供養 那連戰去不去 我覺得是這個整個事情的一個關鍵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當很多人都說不去的時候 國台辦發言人居然點名連戰 說我們歡迎連戰來 我覺得這個不是在真的歡迎他 或者搶著希望連戰去 如果我是連戰我聽起來 這恐怕有恐嚇的意味 可是這對老百姓來講的話 那個感受會因為這個樣子 就覺得說連戰你去了 我就不要支持國民黨 你們這些傢伙怎麼可以在這個時候 連戰去就是中共媒體宣傳的重點 那你參加這個閱兵活動 當你看見中共啊 先進的戰爭殺人武器通過的時候 你要不要站起來鼓掌 這也有可能用來屠殺台灣人民的人 那你要那你 你用什麼態度去面對他 更何況 剛剛你提到這個反法西斯 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的時候 還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在慶祝什麼 中共的法西斯的定義 還包含蔣介石 他說蔣介石就是個法西斯 他在反法西斯 他這個活動是慶祝戰爭結束 以及慶祝蔣介石垮臺 那國民黨的人去參加什麼呢 我覺得